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以为我会弄丢吗 不会的 永远不会 我带你看个东西 来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会有这些 我想跟你在一起 可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见我 更害怕见面以后 真的会变成普通朋友 有时候 我真的在想 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分开的话 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 我出去一下 我喜欢的女孩子 她叫做沈长青 这个女孩子并没有那么完美 她有时会刷小脾气 有时候也会做错事情 可是我就是喜欢她 天边的地平线 我以为能够触摸 就像触摸你的温柔 像昨天的誓言 我以为明天会实现 可是爱 有时候会变 命运 不是说换就能够换 但是爱永远 只能有一条主线 天空 永远又等着你的那朵雨 就算所有彩虹都离去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开心我就会开心 她难过我就会心疼 虽然她当时做了 我不能接受的事情 让我心痛 可是这些都不能阻止我爱她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爱她 而且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放弃她 我曾经错过了 很多跟她在一起的时间 天边的地平线 我以为能够触摸 现在我只想陪在她身边 触摸你的温柔 做她的依靠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以为明天会实现 交换 可是爱 有时候会变 命运 不是说换就能够换 但是爱永远 只能有一条主线 张晴 我不知道你的计划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拉着你的手 当你遇到现情的时候 我会牵着你跳过去 当你迷失方向 要跌入悬崖的时候 我会把你拉回来 如果我再也回不来了呢 不管结局是好是坏 我们一起来承担 弥漫的味道 躲不去 看着你 一个世纪不老 医院来电话了 叫我一会儿 得赶回去 长青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我也想啊 可是 工厂这边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不能一起回去 那你有什么事情 马上给我打电话 我随时就过来 其实 一想到你要走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我也是啊 我还没有走就想你了 要不不走了 留在这儿陪你吧 别油腔滑掉了 林医生 我看 你还是赶紧回去救死扶伤吧 我还是对陪美女比较感兴趣 别闹 老板 东西都收拾好了 季散 我们干脆回深圳算了 反正 留在这里也没意思了 老板 你就这么放弃了 这男未婚女未嫁 我觉得 你还是有机会的 我不会就这样放弃 我一样有办法让对方投降 心甘情愿地接受我 可这对沈长青就不一样 我对她毫无办法 我从来没有一次像现在这么束手无策 只想逃离 老板 你何不去想想别的办法呢 如今 你手上 有百分之五的沈氏股权 我觉得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做大量的文章 再说了老板 你对她还有救命之恩呢 不是 老板 我 我是随口乱说的 我不介意用手段 我想过 我总有办法逼她妥协 但我用手段得到她 她就真的属于我了吗 如果我要这些女人的身体 比她好的比她美的多得太多了 我根本不需要像现在这么费心费力 但我要的是她心甘情愿 老板 你说的有道理 长青啊 杰森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她跟京瑞回去了 她们两个回去了 他们两个回去了 其实通过这件事吧 我觉得 京瑞也没有咱们想的那么糟糕 你看她那天 那么不顾生命危险的 是吧 跑过来救灵号 跟你共进退 我觉得 她是真心喜欢你的 其实京瑞 的确不是我之前想的那样 不过呢 她给人的感觉有点珠摸不定 做事情呢 好的 坏的 对的 错的 都是凭她的喜好 也都在她一念之间 她帮了我很多 我很感激她 对的 如果要我完全相信她的话 我恐怕没有办法做到 那 林昊呢 林昊 能完全相信她吗 林昊 或许有的时候呢 是有一点小孩子气 不过 她总是逗我开心 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会特别放松 好像就回到了小时候 或许 这也是我去世的东西 她那个人做事一板一眼 总是有她的条条框框 有她自己的原则 只要跟她在一起 就会特别安心 特别温暖 嗯 我懂 找男朋友 就一定要找一个 能给自己安全感的人 是不是 要不未来好几十年呢 过得多不踏实啊 其实 这一次跟林昊复合 这次跟林昊复合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毕竟我的生活太复杂了 但是你也知道 有些情感呢 好像是不可控制的 我特别能理解 好了 你呢 就做自己觉得 对的选择 我支持你 谢谢你 傻瓜 哈哈哈